说书唱戏劝人方 三条大路走中央 善恶到头终有报 人间正道 是沧桑 这两天啊 咱们竟聊这个清平准杆尔的人物质了 今儿个呀 咱们还得聊一个人 这个人呢 老朋友了 谁呀 就是这大清国的定边右傅将军 萨拉尔 要说这萨拉尔头清啊 那可早了 他既不是达瓦奇时期 也不是这阿姆尔萨纳时期 那还是啊 这个喇嘛达尔扎时期 这喇嘛达尔扎执政这个墨西蒙古 做这个准个二不大汗的时候啊 他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啊 就是效仿汉人执政方法 史书所讲啊 这谭孝坚就取人手机了 他总结出来啊 他说这个汉人政权里边的皇帝啊 执政的特点就是 必须以皇权为重 那怎么以皇权为重呢 他理解为就是男人命不当回事 这一下子不要紧呢 就激怒了很多准个二韩国的宰丧 要说起来啊 这之前的这鄂鲁特呀 也就是准个二韩国啊 铁板一块呀 很少有人去投靠大清 原因呢也不难理解 首先来说呀 这两国敌对多年 其次呢 这人的意识啊 下意识啊 他跟自小受到的教育有关 那您想啊 这两国敌对这么多年 在这个家大人呢 以及这贵族的嘴里啊 这大清国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弄不好 这天也擦黑呀 都拿八七兵吓唬孩子玩 这萨拉尔啊 是准个二韩国的一个小官 说的是国家的官啊 都高抬他了 实际上啊 他就是这个达师达瓦家的一个家臣 负责放牧 对了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寡妇大奶奶 他们家的家臣 具体是什么情况咱们不清楚 反正他呀带着自己的家族举步投降了大清 实际上这个家族人并不多 才四十多户 即便是四十多户 这乾隆皇帝也没见过呀 这个鄂鲁特人呢 举家来头的 就把他们家所有人呢 安排到了查哈尔 然后呢 又入了八旗 并且呀 隶属于上三旗 整皇旗蒙古 不但入了旗呀 还给了一个散之大臣的钱 直到啊 这个大清国呀 准备征讨达瓦旗了 这才呀 给他了一个定边 又赴将军之职 在这个军衔上啊 可是跟阿姆尔萨纳平级 您可别忘了 这阿姆尔萨纳 可是一个不重的胎籍 徽特部吗 这萨纳啊 也无非就是 一个胎记家的宰丧 家臣而已 足以证明这乾隆皇帝 对这萨纳啊 是高看的 是信任的 可是这家伙 确在呀 阿姆尔萨纳叛逃之后 围攻伊犁 撇下了伊犁参赞大臣 鄂荣安 以及主帅班帝 自己跑了 跑啊 还没跑了 让阿姆尔萨纳 给逮着了 这一逮着啊 这萨纳啊 还真随和 他就忘记了 这大清朝 这乾隆皇帝 对他的牵班好 他还就投降了 其实啊 这跟那个 萨纳的出身有关系 哎 这乾隆皇帝 自己就说啊 这萨纳啊 他并不是氏大夫 所以说呀 在他身上啊 你也别想找到 那种杀身成人 为国捐躯的气节 其次呢 他无非啊 是这个草原上的 一个小官 明者保身 一旦士起啊 这保住自个儿的性命 才是最关键的 留得青山在啊 不怕没柴手 所以说他的行为啊 虽然不容宽恕啊 但是可以理解 没过多久啊 这朝廷大军 可又打回来了 这萨纳尔呢 也没犹豫 立刻又投降了清廷 当他得知 这朝廷大兵已发呀 他的衣礼 算是待不住了 叮巴叮巴的 骑着马呀 就往乌鲁木齐方向跑 哎 跑到屠鲁藩的时候啊 算是跟那个清军呢 碰了面了 这乾隆皇帝一听 呦 你还敢回来呢 把他押回北京来 我问问他呀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萨纳尔到了北京城之后啊 第一件事 可不是见皇上 因为这乾隆皇帝 早有旨意 直接呀 就把他押到了 位于现在东城区的双中子 让他呀 跪在这个班地 鄂荣庵的这个林前 旁边啊 有一个大内侍卫 看样子 已经等他很久了 哎 从这个地去呀 就拾起来一个小盆 这个小铜盆里是什么呀 是一盆的淤泥 看样子呀 就是从口上 这道沟里垮的 这侍卫呀 也不鲜脏 从这个盆里呀 垮出一把黑泥来呀 直接就忽在了 萨纳尔的脸上 然后呢 让这萨纳尔啊 给这个班地和鄂中安 两个人的牌位 分别试了三跪九寇的拜祭礼 这萨纳尔心里 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 哎 但是他倒是有一定之规 他觉着 只要不杀呀 就是赚的 那书中代言 这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乾隆皇帝 这招啊 损了据了 这是在死人面前呀 对活人最大的羞辱 管这种做法啊 咱们汉族有一个称谓 叫做拟守谢罪 这大概其呢 就是没有脸呢 见这个在天之灵的意思 那么说啊 这脸也抹泥了 头也磕了 是不是这死罪就免了呢 哎 也未可知 这朝里边啊 要杀他撒了耳朵 呼声四起呀 这其中啊 就有一位紧要的人物 谁呀 陈世关 这正史里边啊 提起这陈世关的 这个回目不多 可是啊 您就翻金庸先生书去吧 书见恩州路 这陈世关的了不得 在那里边啊 他可是这个 红花会总舵主 陈家路的亲爹 同时啊 也是这个乾隆的亲爹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您去翻翻这书见恩州路去 即便您不翻呢 您可能也知道 这电视啊 电视剧里 都演的一溜够了 那这老臣既然 这么提出来了 这乾隆皇帝啊 就得给这个老臣解释一下 他说呀 求气劫的事啊 那都是你们这个 士大夫知识分子 应该干的 是人们啊 对这个知书达理 深明大义的人的要求 说你看这个萨拉尔 分崩小角色 小丑尔 他呀懂个屁的大义啊 气劫呀 你要是因为这个 把他杀了啊 你倒成全他路 反而高抬了他 干脆让他呀 成为朝廷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去回草原 接着打仗去 从这以后啊 关于这个萨拉尔的说法啊 就不一样了 有的说呀 乾隆皇帝命起 驻特纳格尔 仍受以这个定边左副将军 有人说呀 不是 这乾隆皇帝 给了这个萨拉尔 一个散之大臣的圈 一直啊 就留在了北京 不过呢 这两种说法都不算完 这萨拉尔的故事啊 还没结束 就在乾隆二十一年的三月 这乾隆皇帝在北京城 收到了一封前线来的密报 这密报是谁写的 就是啊 现在前线的主帅策棱 这策棱啊 给皇上这封密奏 里边是这么写的 侍卫巴宁俄自伊犁归 谈到克什木之乱时 将军班帝等自库勒扎父 空格斯防卫 敌军赶来时 萨拉尔欲逃跑 恶容安称 敌人来了应当抵挡 为何驻疾逃走 萨拉尔言道 你怎知道 于是策马逃走 众人跟随 班帝等仅于四员侍卫 卫族六十人抵挡 当夜敌军抵达 班帝等人随自杀 那你想啊 这乾隆皇帝 接到这封信之后 他能不生气吗 因为他这里边 还有自责的因素 本来给这个班帝 恶容安在伊犁留的人就少 他只给他们两个人 留了五百人 这信中介绍到 萨拉尔逃跑之后 还带走了很多人 最后能留在 这班帝和恶容安身边 就只有六十人 于是这乾隆皇帝 在震怒之下 就命人把萨拉尔 又压回到了京师 关进了大楼 不过呢 这事后啊 倒是很蹊跷 在这个乾隆二十四年的前后啊 这乾隆皇帝啊 把这萨拉尔啊 还就放了 哎 授以了散之大臣 香白旗蒙古副都统 乾清门行走 并且呀 不久以后 玄卓内大臣 傅峰二等超永伯 这还不算完 还给了一项啊 巨大的荣誉 什么呀 图形紫光阁 也就是说这乾隆皇帝 把这个萨拉尔的画像啊 挂在了紫光阁 承认他是 平准平回战争当中的 五十元功臣之一 这很值得研究 哎 因为呀 在联想到后来 测棱治罪 这里边啊 很有可能 当年测棱给乾隆皇帝的 这封密折当中 所提及的 萨拉尔的一些罪状啊 应该是测棱编造的 得嘞 今儿的故事啊 咱们就讲到这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咱们呀 明儿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